其實很少人知道創新是什麼意思 創新是有兩個條件 改變 第一個條件 然後第二個條件就是帶來價值 所以你改變了什麼東西帶來的價值 我們叫創新 我一路走來都在追求新的東西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失敗的 所以我是覺得面對失敗是常態的 經歷了失敗你才有成功的基礎 我小學成績不太好 我是五年級才認真起來 從現場講 相場講 我什麼都沒有在那邊拍手而已 但是我考到最好的 所以我說這個年考真的很不錯 可以挖掘這個有潛力的 到高三我是全校第六名 可以保送清華 很多人說台南醫中你要考台大醫科 太容易了 所以我就被聳雍去 轉到屏主去了 結果考了一大五圖 我就很氣這個年考 很不公平 所以小學的時候制度好 考大學不好 怪來怪去的 結果考到第二次院 一月後待了八年 我申請到MIT 那個很興奮 因為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一直去尋找 什麼學校的哪個教室在做什麼 我直接跟他寫信 沒有想到那個人就去外塞 他就送我表格 所以我就添了 然後就 等一下我得到獎學金 而且是第一次直接給台灣 我就問他說 既然這樣我是不是能夠暑假就去 他就給我暑假的獎學金 然後開學很多人回來要找指導教室 我已經發表兩篇 paper 我在MIT 所以變成每一個人都知道我 很有名 對我三年跟他發表二十篇 破紀錄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興趣有時候是培養出來 一般人以為我很用功 其實不是 我覺得很幸福 能夠沉浸在這個 那種世界裡頭 以我來講 我去追求一個 我完全不知道的領域 然後慢慢累積我 變成走在前面 像那一種意境 你會覺得你很幸福 但是我覺得做學問的人 要有一個社會責任 你對社會真正的貢獻 並不是停留在發表論文 是在說你的研究成果 有沒有辦法變成商品 或者變成知識 來造福人類 所以那個我是覺得在台灣 要把它形成一個文化 我回來主要目的在這裡 就是說怎麼樣讓學術 跟我們的產業能夠結合 因為台灣沒有資源 所以完全是靠知識 那你知識要化成經濟 要跟經濟連結 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比較追求 學歷的社會 那個四龍工商 把商放在最後 那那個我是覺得不對的 我們太重視這個表面的文憑 沒有好好去挖掘一個人的真正能力在哪裡 他真正能貢獻什麼 那個才是重要 我一直在關心台灣的發展 那另外也在問自己 有能力幫什麼忙 所以我當然院長 當然覺得有能力 譬如說生計條例的制定 科技基本法要修改了 然後南部院區的開發 都是我在的時候做的 雖然過程有一些挫折 但是完成之後 我沒有看到帶來負面的影響 那台灣是一個相當溫暖的社會 所以付出然後去說服 慢慢的最後你還是會達到這個目標 被選為傑出校友 當然覺得很意外也很高興 得獎可遇不可求 你也沒有辦法去追逐 但是你受到肯定也讓你更有信心 更有往前走的這個動力